欢迎回到天亮话题加拿大表风华资讯的现场 我是吴景 那么在上段场呢 我们是请来了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张函 还有我们加拿大本地的迪克诺伊品牌创始人戴海琴呢 给我们来分析了这个时装界的这个现状 那其实坤西你刚才听到张函有跟我们在讲说 他自己是一个作为独立设计师 是非常非常坚持自己的理念 就决定说不随着不随潮流去起义的 那我知道说你近期半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专场设计 其实是有迎合到不同市场需求的 包括有分了不同的系列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关注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行 这次我们9月18号在温哥华举办了一场我们品牌的一个秋冬装的一个繁星秀 那这个发布会举办下来 那整个温哥华这个华人圈是非常的轰动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这个他们喜欢的服装 所以呢 大概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些系列呢 比方说是有些因为有些设计品牌它可能会有一些是成衣系列 有些是高定的 我们这一次品牌呢主要呈现了三个系列 一个呢是我们比较舒适休闲的一个一个手绘画系列 也是迎合了整个温哥华的自然的这个环境 然后比较生活化休闲化 第二个系列是也是我们品牌的这个主打产品 秋冬系列的一个大衣 我们这个大衣呢是手工 整个制作是全手工制作 那我们的面料也是以这个羊绒和羊毛为主 所以呢这个这个系列呢 我相信在温哥华这个天气和环境的情况之下 这个系列在冬天是非常适合的 它可以迎合着温哥华的春秋冬三个季节 所以基本上大家说我们在这边穿衣服 对非常适合 所以呢这个这个系列的衣服 可以在里面穿一个很薄的裙子 外面披一个件大衣就好了 而且我们这个大衣以轻薄为主 然后第三个系列也就是我们高定系列的一个礼服系列 那这边我们华人也华人女性 会参加不同的场合的一些party啊 或者是各种活动 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也有很大的一些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们这一次展现了这三个风格 其实讲到高定 我就是要还是要请教一下张韩设计师 你的这个作品的话 你会有一个高定的系列 还是说你觉得这个跟你的设计是不符的 分两块 因为毕竟就是说是我作为作品是我个人的一种需求 但是如果是作为产品 那我觉得我很赞同就是带着的一些观念和想法 对 因为作为产品的话 它肯定要普及要产量化 而且你是为大众服务 不是为自己服务 所以其实我的作品我是分两块 就高定的这一块的话 那就是会带有个人的一些推荐自己的一些事情里面 但是还是会以客人的阻挡需求为主 对 这个我是和我的作品分开的 那两位觉得说现在高定系列真的在 我们就以这个温哥华的这个市场来讲吗 觉得有市场 首先呢 我觉得高定这一块 所谓的 作为我们品牌 这一次我的发布会 我在会议上我也讲了 所谓的高定 我觉得分两块 一个是高定产品 第二个是高定于市场和服务 我觉得更多的客人需求的 他不是缺产品缺衣服 他更缺的是知道 就是需要这个服务 专业的服务 去教他怎么样去穿衣服 甚至是体现他背后的一种价值 是是是 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在温哥华 我觉得我们比较独特的一个市场的运营的这一块 那江湾你怎么看了 因为我知道你这次是亲自来温哥华了 刚才也有提到说 其实在后台的这个观众的反应还是蛮强的 未来怎么看在你的这个作品 在加拿大 甚至是出了加拿大 可能每家整个这一块地区的发展 其实这次来还是有打算 因为包括就是在咱们聊天之前 就是吃饭都还聊到 就是有可能有带你嘛 就有可能带你带你我的产品到这边来 我觉得有和合作的一个机会可能性非常大 那可能给我们 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说属于你 因为我知道你的设计是不止一个系列 可能是哪一个方面你觉得比较适合 还是民主和时尚相亲和 这个本子我不会变 但是我会在 其实它既然是和时尚相亲和 它就可以包容所有的你的穿着的风格 比如说我今天是休闲的 我配民主风一样 这个包咱们放在那个带走四季时尚上 一样的有它的一种 另外一种美的体现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点缀 不是说完全的作为一个主角 我觉得有时候绿叶比红花 更加的体现它的价值能量 对 其实讲到包包啊 我们一直这几年一直在谈一个话题 就是说不论是从大牌子到小牌子 感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是推这个配件 超过买衣服 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市场的一块需求 那当然我谈话 我一直是以市场去 我一直是以市场去谈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品牌设计 包括产品 最终它是回归于市场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配饰 主持人讲到配饰的这一块 今天这件衣服 比如说一个消费者 他这件衣服他就是穿出来了 那可能一个很好的一个配饰 是给他加分还是减分 就决定在这个配饰上面 所以配饰对于未来的这个着张 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现在有很多设计师在说 好像就是讲到这个市场上 可能这个衣服也许 讲得俗一点 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好卖 但是配件的话 比方包包啊 甚至鞋啊 眼镜啊 还有像项链啊 这些配件 反而呢 消费者比较容易去接受 可能他其他的 他不见得去穿品牌的东西 但是他可能某个单件 是愿意去选择某个品牌的东西 怎么看这种形象 嗯 对于市场这块 我觉得戴主持人 可能比我来更了解 我觉得 昨天我在跟客人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女人翻三个阶段 第一个 第一阶段的时候 是买贵的 第二阶段的时候 是买 就是大牌的 名牌的 第三个阶段的是 蛮适合自己的 无论是衣服还是包包 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穿着 或者宁 属于自己的风格的产品 服饰或者包包 所以说其实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定位 适合自己的 你穿是最贵的 从设计上我倒有自己的一个观点 就是为什么我提念了一个中国红 那你会发现 就是从设计色系大片来说 咱们主流的色系就三个 一个是灰 黑 白 对 而且灰 黑 白和红都是白搭 对 也就是这个红如果说是 它的产品达到一个产量的话 就是它配所有的 这主要的三个设计的服饰 它都很搭 那从面料的圈子上来讲 有什么建议 面料的话就还是要和我 就是我定位的刺绣有关 它一定要带有这样的刺绣 设计这个设计 但是一定要体验咱们民族的 就是我本家乡的 我的设计定位的这个刺绣元素在里面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比方说你刚才也一直有在提到市场 那你在推某一个 这个时装设计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会不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是 希望可以打造一个背后的故事 像你说我找到适合自己的 可能我是这个专业这个行业的 那我穿这个衣服的话 不单单它只是一件衣服 它其实是有个故事 那这个呢我就觉得每一个品牌它不一样 它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故事 那通过我觉得每一个品牌呈现出来的 也是有代表性的故事 比如说张设计师 他就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一个苗族是吧 苗族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的品牌可能更让大家体现出一种国际法 就是比较 比较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在法国成立的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色系元素都是简单 大气 低调 奢华 所以每一个品牌它给人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就是品牌自己的故事 而不是以每一个产品单单来表现出一个故事 那怎么看这个明星效应呢 像这两天我们那个英国王妃 她应该不能叫她是王妃了 这个剑桥公爵夫 跟王妃一家来 那每天我想很多女性观众 可能不是看她到底去哪 都是看她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鞋子 然后戴什么样的这个手拿包这样子 怎么看这个品牌 这个明星效应对这个品牌 我就觉得明星的穿着和穿着各大品牌 我们作为女性来说我们可以去欣赏 但是呢我是觉得我还是坚持那句话 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那张硕卿是怎么看 我看好像国内 因为国内的市场的话 跟我们就是温华比较还是要大了很多 可能就是从我们的角度 在市场上来看常常会看到不少品牌 特别是新的孩子要推的话 这个明星效应是很重要的 谈市场的话就是那我就 因为这块我实在是不够专业 但是我个人从我的体会上来说 我觉得明星效应是非常重要的 就当你出一个产品 如果这个产品是通过明星来演绎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产品就会带动一群粉丝群体 对这个是个很大的市场 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明星代言 那从你的品牌来讲 从我的品牌来说 当然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刚才说是分两块 你做我的4G作品是归属我的本心 但是如果作为产品我必须要迎合市场需求 如果说有明星能够体现我这样的品牌的一种故事或者文化 我当然很愿意 那最后我要通随用20秒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时装的这个小建议吧 好谢谢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回归于我们自己的穿着 其实每一个女人衣柜里最不缺的是衣服 最缺的可能就是自信和每天的不知道去穿什么 那我就觉得时尚是一个有无止境的一个学问 那我觉得每个女人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找到自己 让自己更自信更时尚更生活更好 好谢谢戴海琴 那么也谢谢来自我们中国贵州的XY设计师张涵 今天很开心跟两位分享这个时装的小常识 那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是吴静 我们下周见 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la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